在我們知道 展覽 中校國小一直在進步 進行就這樣看完展覽之後 沒有互動 這次我們增加很多的互動 代表是他們在進步 我們只是說經費沒多 不過 他們需要電腦越來越好 來討伐小姐 歡迎聽眾 各方面的規格 我們都希望能夠給予最好 中校國學美術班 在我們中華社會道書館 辦理美術班的畢業者 這是電線 很多年都在我們中華社會道書館來辦理 這幾年當中 看出他們的進步 越來越進步 美術如果是自己欣賞而已 是去到意義 他們慢慢的了解 他們現在開始美術 開始到活動 有活動以後 讓人更可以了解 對這裡也看出他們的電腦當中 看的作品 開始表現出他們的獨特性 作品 開始有獨特性以後 開始有他們的訴訟以後 這就有生命了 所以我希望他們繼續把生命了 這個美術這種力量發展出來 他現在不是這樣而已 他還給我們報到那些多 道書館的老英 都是他們報到的 都是他們的學生來學 哇 許許如生啦 很歡迎我們市民 可以到四月十五日前 跟我們道書館 來欣賞到中校美 中校國學美術版 他們的電腦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來到道書館 要多多來看出 就讓我們的孩子來 來這裡看出 我們的市長 這麼歡迎我們市民 可以來這裡看出 來確實我們學 第24屆的畢業美展 那作品其實非常的多 那還有很多是立體的作品 也有一些是平面的作品 那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 大家可能有看到的 就是一個3D的那個立體化 那就是老師帶著孩子 那結合現代的一個科技 然後還有那種美術的那個透視的觀點 來做一個創作 然後讓大家在拍照的時候 就可以拍出那種立體的一個感覺 那現在其實社區裡面 有很多這種3D彩繪 但是我們學校因為有美術班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 他也本身也會學習這種 3D彩繪的一個創作的一個技巧 那未來的話 他可能可以用在各種的 那個藝術設計上面 所以這是這一次的 那個美展的一個亮點 美術班的畢業美展的話 是每個孩子都一定要的作品 而且就是一定是很多件 對 那我們29個孩子裡面 然後每個孩子都會有非常多的作品 到4月15號 歡迎各位聽眾 如果有空到昭浩市來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就在那個牌樓的附近 到八卦鄉那裡有的時候 也順便來看一下我們中校 都也感謝爸爸媽媽們 祈禮我們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祈禮我們用好的基礎 做成功 爸爸媽媽謝謝你 賤花 請周一德區 周到周德區 蘇財蟹 請就每一張片鞭 兩片鞭 獎勵同學代表賤花 每一張片鞭 附近 在周德區 擁有 對 谢谢观看